第141集 就这样 他走出去很远 接连捉了几头异兽进行誓言 结果他们都被银矿吞了 楚风发现 以银矿为中心 百米内绝对危险 像是有一片无形的场域 会将生物拉进矿井中 而在百米外却很安全 没有什么事 小道山鼠 大到四五米长的 一遍的狗都一个样子 只要踏足百米内 都会立刻被银矿吞掉 最后 楚风捉来一条独蟒 色彩斑斓 能有七八米长 将他的头部 放进银矿百米范围内 他则用力拉着蛇尾 想视台银矿内的力量 有多强 独蟒死死有生 他吐着蛇心子 但还没有等他挣扎 银矿发光 直接就要吞掉他 楚风震撼 他拉着蛇尾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 要将他也一起牵引走 他猛力向后转 结果七八米长的独蟒 身体绷紧 差点被扯断 身上都渗出了血迹 他赶紧松手 因为那股牵引力太恐怖 荧光在蔓延都冲着他来了 独蟒坠入银矿 直接就无声了 楚风皱眉 几倍略微发寒 幸亏他足够谨慎 不然的话 多半死在这里了 银矿百米内是绝地 生物踏进去 必死无疑 最起码 以他现在的实力 没有办法临近 那朵花就要开了 我就等在这 到时候使些手段 鼓当狂风 我就不信 得不到一些花粉 楚风很谨慎 不想冲过去 要在外面等待 天色黑了下来 他吃了一些食物 喝了一些水 就坐在不远处 静静地守着 花孤朵展开少许 有缝隙了 随时会彻底绽放 醉吃的话 两日间也差不多了 楚风完全等得起 事实上 花朵绽放的时间 比他预想的还要早 当银月高挂时 这株奇术枝芽上的花孤朵 发出波的一声清响 一瞬间 楚风寒毛倒树 想也不想 急速远端 这是一种本能直觉 让他体会到莫大的凶险 威胁到他的生命 他以亚因素 逃离此地 楚风带着一股狂风 空气都在暴明 太快了 不久后 他站在一座山峰上 相距银矿 足有十里地 银矿那片区域不宁静 山底界 发生骚乱 原本周围早已没有了生物 但是花瓣绽放后 画像弥漫树里之遥 吸引了外界的生灵 时间不长 很多凶琴猛兽出现 朝着银矿那里冲去 就是洪荒大山中的生物都躁动了 在嘶吼着 可惜他们出不来 像是有禁止阻挡着他们 楚风白爪挠心 感觉太遗憾了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要错过大机缘吗 突然 他瞪远眼睛震惊无比 那片地狱的野猪 猎狗 欢 青狼 豹子等 全部莫名其妙地倒下去了 楚风视觉超级敏锐 能跟千里眼杜怀锦 一较长短 他看得真气 那株怪树上的花孤朵绽放后 发出璀璨光辉 花粉在弥漫 那些生物 像是闻到花香后 就直接毙命了 楚风震惊 非常不解 什么情况呀 随后 他看到更为惊人的一幕 银矿中出现白光 那是金属银在汇聚 化成一个生物 不断地闻着花香 楚风惊悚 金属有了生命吗 夜空中 有一头八米长的蝙蝠 散发恐怖波动 急速地俯冲而去 这绝对算是一头很强大的一手 就是楚风要收拾它 估计都要花费一番手脚 因为这头蝙蝠飞行时 嘴里发出黑色涟漪 山崩地利 将银矿周围的石堆等都给摧毁了 冲向怪树 很可惜 当他闻到花粉后 直接一头栽了下去 当场毙命 所有奔来的生物都毙命了 在花粉的农箱中死去 楚风毛骨悚然 他终于知道 之前为何生出警照 不由自主地想逃离 那花粉是致命的 根本不是什么机缘 银矿附近 所有生物都死透了 但是 矿中白光灿灿 金属液体凝聚 银矿竟然真的有了生命 除此之外 附近的地面上 出现了一团又一团 银白的金属 应该都是白银 接触花粉后 居然在化形 要成为生命体 最后 一些银狗 银豹等出现 模仿那些死在地上的生物 进行化形 并且 它们快速行动 将那些尸体拖进骨框 或者埋在怪树的周围 楚风明白了 当作肥料 化开很久 到最后 香气才带下去 银矿 喷薄白光 所有生物 银宝 银珠 银蝙蝠等 全都飞奔而去 化成基数液体 而后 没入骨框 融合为 一个生命体 框中 金属不断变形 没有固定的形态 最后 骨框周围恢复宁静 那个银矿生命体 没入框中 太恐怖了 这是专为金属而诞生的植物吗 可以促进金属进化 楚风自语着 他感觉 事态极其严重 果然 这个世界还在异变中 还有更多的迷雾在出现 很久以后 他才又一次接近银矿 站在百米外 他在地上发现了一团荧光 那里有一块血量的金属 没有变异成生物 但应该接触过一些花粉 楚风小心地将它用兽皮包裹起来 带着它转身离去 他没有耽搁时间 连夜狂奔 向着顺天赶去 他觉得 有必要请专人 鉴定这块金属 夜奔八百里 当楚风回来时 已经是深夜 可顺天 依旧是很热闹 可以看到街道上 不时有人走过 楚风像是一阵风冲过 即便是这样 他也听到了 牛神王 楚风 白蛇等关键词 显然 这是刚从影院里出来的人 现在他没时间去关注 直接来到玉须宫 让人去找老头子路通 把他从睡梦中惊醒 小子 你是不是兴奋过头了 我知道你是牛神王 现在火遍大江南北 但是也不至于百夜庆祝吧 路通睡眼惺忪 抱怨连连 老头出大事了 我看到一座银矿 有了生命 楚风快速讲述一遍 并将那块雪白金属 拿了出来 路通经的睡意全消 什么 连矿物都开始变异 发生进化 而且那棵怪树 仅促进金属体进化 他知道 这件事很严重 接过金属块 火速联系某一实验室的负责人 而后 他派专人连夜送了过去 楚风没有在玉须宫等下去 决定明天再来看结果 这么晚了 等他回家时 发现父母都在客厅还没睡呢 尤其是王静很兴奋 见到他回来后直接喊道 儿子 你这次演的真不赖 楚风一阵头大 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他早已关闭了通讯器 牛魔大声备受好评 很多人找你 都联系到你爸和我这里来了 都谁啊 楚风有点心虚 好多人哪 比如跟你相亲的那个小姑娘 一晚上联系了好几次 问你回来了没有 这么主动 我看行 有戏 楚风一听就知道 不是有戏 而是有气 估计夏千语 是替江洛神找他 想把他框出去 跟他拼命吧 果然 王静又告诉他 还有个姑娘 说他姓江 很激动 说话的时候 声音都颤抖了 好像牙关都在打颤似的 让我告诉你 回来后给他回个话 说你知道他是谁 楚风不用想 就知道他是江洛神 那怎么可能是激动 必然是冲动 要跟他拼命呢 应该是 牛魔大声上映后 他在热搜榜上 又霸榜了 估计都是跟他有关 至于说 江洛神 牙齿打颤 那怎么可能 楚风猜测 多半是在摸牙 咬牙 被气到不行了 什么情况啊 难道又有爆炸性的消息 与报道出来了 楚风 胡疑 明天早上 自己开新闻吧 楚志远说着 让他早点休息 真的有好多人找你 都非常激动 不过 我总觉得 哪里不对劲 楚风起身 咕噜道 世界这么美好 他们却那么暴躁 不管了 他现在可不想去接招 跑去冲个澡 直接上床睡觉 一路狂奔回顺帖 足有八百里 他早就有些疲累了 自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这一晚 楚风睡得非常香甜 可是很多人却在闹心 睡不着 这些人 从江洛神 夏千语 到金刚 银翅天神 再到徐婉仪 还有木家 甚至包括林诺依 都没有睡意 有些人恨不得 直接杀到楚风他们家去 甚至 异类中 也有些睡不着的 比如大黑牛 正在昆仑山火冒三丈 想联系楚风帮他抓人 结果 那小子失联了 根本不鸟他 当然 还有不少异类 也无睡意 今日两部大片的公影 像是为他们 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第142集 清晨 楚风结束呼吸法后 精神异议 身心愉愉 整个人状态非常好 吃过早饭后 他将自己一个人 关在房间中 开启通讯器 准备一场大作战 当通讯器复活后 简直是狂轰烂炸 想个不停 短时间都没法看了 只能扔在床上 在那里震个不停 这么多消息啊 楚风心虚了 足足过了几分钟 炒豆般密集的铃声 才在衰竭 但不时还是会想 炒得要命 楚风将之调成无声 这才拿在手中 一条又一条的翻看 未接来电满格呀 差不多认识的人 都呼叫过他 当然 陌生的通讯号 就更多了 至于文字消息 估计够他看一上午了 楚风硬着头皮 从发小 同学这块入手 不能不回 相对来说 这群人还算安全 不会带来可怕的杀伤力 风子 终于联系上你了 你要吓死我们吗 怎么就成了牛魔大圣主演了 天哪 正跟天方夜谭似的 哎 对了对了 你跟江洛山到底什么关系 快点说 我心中的八卦之火 可以焚烧九天十地了 这是一个发小 声音很大 让楚风没辙 耐心说了一遍 接着是大学同学 苏灵溪 一个很帅气的美女 现在也变得 无比八卦 各种的抛根问底 楚风 你是不是被人 离婚穿越了 这完全不是你的风格呀 你快说 到底怎么回事 随后 高中同学 还有邻居的孩子等 铺天盖地的询问 各种话题 楚风简直要疯了 谁说这些熟人 杀伤力不大 简直是无穷的 更可怕 轰炸的他 快要抱头数窜了 实在受不了 最可气的 是大学时的一个竞争对手 跟他一起追过林诺依 幸灾乐乎 但也显慕嫉妒 楚风 听说你跟人的孩子 都快要出生了 恭喜啊 那我就可以继续去追求林女神了 别穿乱 一边凉快去 楚风真想打人 估计外边有各种乱七八糟的新闻 一上午 楚风被持续轰炸中 这还只是一部分熟人 还没有涉及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江洛神 林诺依等人 这死老头子 拆什么乱呀 楚风气到不行 因为看到路通也在轰炸他 我说老头 我们近在咫尺 离玉须宫又不远 你添什么乱啊 路通黑黑笑着 回头 给我一百份签名海报 我孙女 要送人 这个忙你得帮啊 楚风果断结束通话 这糟老头子坏得很 绝对是故意的 诚心添乱 在楚风头疼欲裂时 很多人也不好顾 气到不行 这些人一宿没睡觉 早上醒来后 都是熊猫眼 金刚已经砸断了三张餐桌 鼻孔中都在喷白雾 嘴里都快着火了 在牛魔大圣中 他很神勇 但也太乌了 那磕齿的导演 来了个神端镜头 在他将那头野猪暗倒后 一只鹦鹉飞过嘴里喊着 要我人再欺负猪 结果就没有结果了 到这里后 就不再给镜头 只听到野猪在那里 傻猪般的叫 不给拍摄了 光有声音 没有镜头 鹦鹉还配合掺乱 让人神联想 瑕疵无限 此时 热搜榜上的关键词 已经由金刚骑猪 变成了金刚欺负猪 搜索量更大了 这金刚的肺都要气炸 让人安排好客机 要直接飞往顺天 好好地跟周一天去谈一谈 同为四大艺人之一的银翅天神 在牛魔大圣中很帅气 震慑群雄 银翅所向难有对手 但他也很郁闷 因为之前的强势都是为了衬托后面的一战 被人拿着弓箭当靶子乱射 太凄惨了 在这部剧中 有过分渲染的镜头 稍微增加了一些特效 他的翅膀都让牛神王给射掉了 同时 在牛魔大圣中 他的角色是追求李诺伊为国 因爱生恨 一个人走向人类对立面 孤独而又无助 现在网络上他被称作悲情帝 他本身人气就高 再加上电影上映 在热搜榜上悲情帝三个字 搜索量飙升 堪与金刚欺负猪这个热词一战 林业宇的家中 徐婉仪也是憋了一肚子火 他最不想看到的人居然跟他同时上了银瓶 并且大火 他这次还想再次回归银瓶 红遍大江两岸呢 结果仇人先红了 莫名成为人气暴涨的大黑马 实在让他恼恨 他被气到脸色铁青 背盘摔了一地 同样 天神生物木家内 一群人的脸上都挂着寒霜 一个个恨不得杀到顺天去 活挂了那个导演 徐婉清那个女人上次没说谎 现在更加可以确定 楚风就是牛神王 该杀呀 虽然对牛魔大圣做了一些处理 并没有丑化我牧家整体 但也不是多么光彩 牧被牛神王当众斩杀这段 居然就那么播放出去 这是想气死我吗 牧的父亲 牧清禾 眼神阴隐 此时 他杀气澎湃 双手都在哆嗦 恨不得当场杀人 这是国家在警告财阀 不然的话 绝不会过审 再敲打我等呢 一位老者说道 话语略微有些冷 此时 楚风的手指头略微颤抖着 点开一些新闻报道 神经强韧如他 现在也要抓狂了 有点受不了 牛魔大圣的火爆不用说 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 各种花边新闻 也是爆炸性的扩散开来 标题都惊是骇俗 比如 楚风大学时代就烈 看到这个标题 他就头大如斗 真想去殴打那记者 连这种事都拔吗 点进去一看 这些记者果然是神通广大 将他和林诺依的一些旧事爆料出来 甚至结尾时还在感叹 财阀家长棒打鸳鸯 老眼纷飞的 这还算好的 虽然捕风捉影 无限夸大 但终究有点根据 接下来的表题 让楚风都想去杀人了 比如 牛神王的私生子 更有 江洛神与楚风的三天两夜 成片的报道 五花八门 各种新闻应有尽有 简直要将楚风雷的事 离嫩外交 一群鱼迹 太缺德 这一次 他没有办法笑金刚 江洛神等人霸榜了 可以看到 热搜榜上 他与那几个人交相辉映 共同支霸天下 当然 这还仅是一小部分 后续的挖掘与报道 正在源源不断的出现 比如 有一则新闻的题目是 楚风就是牛神王 在这则报道里面 各种论据充分 调理清晰 让人信服 直接给他来了个大扒皮 天下轰动了 似风沸腾 这是一个爆炸的早晨 消息太多 楚风被轰炸的脸色都麻木了 以至于当他通讯器震动时 他看到没有看 便接通了 那边顿时传来江洛神的呐喊声 楚风 你又神王 你这个混蛋 江女神气急 跟他平时的精明力还完全不同 失去从容 都想跟人拼命了 那孩子不是我的 是他们胡乱报道 楚风没过大脑 直接脱口而出 为自己辩护 但是唰的一声 他喊毛倒数 快速醒悟 真是被轰炸傻了 这种话怎么能乱说呢 果然 通讯器那一段 传来气恼到极限的尖叫声 出风迅速挂断 不敢跟他通话了 最起码现在不能 通讯器那一段 江洛神气得像杀人 他顶着黑眼圈 一宿没水 好不容易找到正主 想喊出来清算清算的 结果又被挂断了 他是牛神王 他竟然真的是牛神王 情人成真了 江洛神碎碎念 虽然早有猜测 但各种证据充分后 还是被惊得不清 他想到了很多 同时他也被气得受不住 那个人的身份 越是暴露出来 他越是活大 这一日 霸绑女皇尖叫不停 这个清晨 真的是一片喧嚣 对楚风来说太痛苦了 他都快被炸呼了 两部大剧都创了新高 双双打破以往的票房记录 数据十分恐怖 最终 第一日时 牛魔大圣略微领先 成功霸绑震撼业界 许多大导演与演员都惊呆了 那只是一个小成本制作 以偷拍为主 结果火爆到这个程度 实在是逆天 发动舆论 压制他们 末日崛起的人坐不住了 从投资方到导演 再到演员等 全部行动起来 进行各种宣传 比如 一位天王级明星 展出不懈的说道 某剧粗制滥造 前期炒作的厉害后劲 肯定不足 都是什么人在主演 叶鹿子出身 没有专业演员的修养与素质 太烂了 什么是艺术 他们懂吗 什么是精品 他们能体现吗 我希望大家去看一看 真正艺术家的 心血杰作 去支持 末日崛起 显然 这么高调的人 最容易挨炮轰 哪怕他是天王 也不行 网络上 许多人纷纷叫骂 讽刺他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说那些明星 也算是艺术家 太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吧 当然 这种事 天王级明星 早有预料 就是为了 数个靶子而已 接下来 就看各种影评家 评论家了 纷纷登场 众多名人 一面倒的评论 全部在抹黑 牛魔大圣 第143集 名人效应很可怕 一个天王说不好 你可以不信 但是一大群名人都跳出来 的确是能左右舆论的 接着 末日崛起中的各大明星 纷纷站出来 发表言论 某位天后是直言不讳 一个三流小作坊 出产的末日剧了 除了炒作和那种什么的了 都是招补 看着就屋眼呢 周以天 杜淮景 叶清柔等人都被气坏了 喜欢这部剧的人很多 不少人对他诅咒 哪怕有名人效应 一起抹黑牛魔大圣 但也不可能彻底 为众人洗脑 楚风没忍住 哪怕处在风口浪尖上 他都有公众平台 发了一条消息 三流小天后 下作 这像是核武投放 引发轩然大波 直接让网络炸了 这种罐头他还敢露面 自然引发波澜 现在铺天盖地都是他的报道 这么冒头 想不引发热议都不行 同时 他的公众平台 关注人数暴涨 成几何倍数 从少量到惊人的天亮 那位天后 气到要吐血 扬言要去告楚风辱人 还好意思说别人侮辱人 先看一看你自己吧 许多人纷纷流言 楚风发完后 果断下陷没有再理会 他也只是一时气不过而已 徐婉仪最终没有忍住 跳出来在自媒体上发话 某些人真是没有羞养 随意出口伤人 这样的人就该直接封杀 那样的作品 有谁会去看呢 前期宣传过头 后面必然要遭遇滑铁炉 因为他看到名人效应起作用了 各种抹黑很成功 不少人都动摇了 部分人觉得那部剧 或许真的有些粗质烂造 末日崛起的原版人马认为 牛魔大圣 多半要票房打跌了 楚风是不会再理会那些了 拽心处理各种流言 时间不长 大黑牛再次找他 仔细看未接来电记录 一夜间而已 他呼叫过十七八次 楚风满头雾水 大老黑没有睡觉吗 刚一接通 大黑牛的咆哮就传了过来 小子 你呼吁的吧 竟然给我玩失踪 这一小你去哪了 该不会真的陪那女人 去看太去了吧 楚风是狂流汗 黑老大 你乱说什么呢 怎么也开始关注这些没用的八卦了 你没睡觉啊 原本就是大黑眼 现在更黑了 大黑牛气的险些发飙 楚风赶忙将通讯器放到远处 隔空喊道 小声点 闷什么闷啊 我通讯器都快被你震坏了 我感觉昆仑山都在摇动呢 你悠着点 别整他两座山峰了 小子 那不去我看了 气死牛爷爷也 你不是在顺天吗 去帮我 把那个叫周一天的破道爷给绑过来 我要把他的屁 等一等 你怎么看到的 你不是在昆仑山吗 楚风惊疑了 大老黑去哪看电影啊 昆仑山最近的城镇最大的影院 被我们包场了 自然能看到 楚风有点发懵 一群大妖怪跑去包场了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 一则爆炸性新闻震动全网络 然后连国外的人都被惊呆了 昆仑山下最近的一座城镇内 一家电影院中 做了一排又一排大妖魔 全都是异类 有的阔口獠牙 有的金色翅膀璀璨 有的拖着蛟龙尾巴 有的顶着硕大的鸡脚 一个比一个凶残 一个比一个瘆人 牛魔王稳坐前排中心 不是因为他实力最高 因为他占了牛魔大圣的光 被一群妖魔推旋坐在那里 一瞬间各地沸腾 末日崛起的投资方 还有原班人马 以及那些影评家 名人等 看到这则新闻后 全都眼前已黑 险些昏过去 此时 一群影评家 各大自媒体的名人 都傻眼了 他们收钱后 拼命去黑的牛魔大圣 这是要冲破天际了吗 他们这么多人一起拍砖 给最差评价 引导舆论 刚起到一些效果 结果现在全没用了 一群大妖魔 任何一头跳出来 都要引发大地震 杀伤力 大到没边 最起码 不会比苍狼王弱 他们齐聚一堂 包场看电影 这像是一股飓风 足有十九级 席卷天下 谁也挡不住 影评家 还有那些名人 都要哭了 这次注定要自打嘴巴 可以料想 牛魔大圣 注定会火到无边 一群妖魔包场 这种事 传出去谁会相信呢 可是 真的有证据 电影院的负责人 颤颤巍巍 貌似拍下这个场面 那些大妖魔 只看了他一眼 没说什么 因为根本不在乎 网络上爆炸 各地沸腾 人们真的有些 不敢相信了 我的个妈呀 牛魔大圣 影响力无穷大呀 你们看到了吗 连兽王都组团 去看电影了 美丽无限级呀 稀奇啊 太不可思议了 这部电影到底有什么魔力 让一群兽王组团包场 快吓死个人了 不行 我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得马上订票看个究竟 连一泪都在看 我一个人泪不看 说不过去呀 所有人都被震住了 随后 各地如烧开的废水般 热意不绝 末日崛起的导演真苦了 关键时刻 居然挨了这么一刀 简直是无解 该剧的一群大牌明星 也都傻眼 怎么可能啊 一群兽王啊 随便出来一头都能屠城灭阵 都是恐怖滔天的存在 结果这么一群大妖魔 他们居然包场 只为看牛魔大圣 某些明星起得直诅咒 比如 某天王级男星 之前还补喜 说牛魔大圣粗质烂造 演员素养太低 热度难以持久 现在他彻底急了 很明显 牛魔大圣 要迎来爆发式票房增长 这是要狂打他的脸 啪啪啪的 那位曾被处风 奚落为三流小天后的女星 更是气急败坏 口不择言 在自媒体上写道 操作 绝对是操作的了 一群野兽 懂什么吗 他的经纪人 吓得脸色傻白 颤抖着提醒他 那可是一群兽王啊 结果 这位天后 手指头哆嗦着 秒扇自己的拼了 再也不敢露头了 徐婉仪觉得很受伤 胸腔中 憋了一口淤血 想吐又吐不出来 真的太难受了 他一直想杀掉楚风 结果发现 他活得很好 而且还跟他跑到电影领域来竞争来了 奇迹般压制末日崛起 这让他十分受伤 第二天 牛魔大圣的票房火爆攀升 比第一天还恐怖 可以说是奇迹 这一次 他彻底将第二名 末日崛起甩开了 而且不是一星半点 分明是一大截 当第三天下来的时候 牛魔大圣居然依旧在增长中 这完全违背了电影界的常理 怎么能不断增长 应该是递减才对啊 末日崛起很标准 票房是逐天减少的 这 是有逆天哪 许多人都在惊叹 牛魔大圣注定要创造票房神话 以不可阻挡之势 碾压竞争对手 在网络上 影评家们 给牛魔大圣打分是极低 抹黑到极限 但就是阻挡不住人们的热情 所有人都去观影 可以说 这部电影越抹黑越热 到最后已经是黑的发亮了 那些名人影评家的点评 根本不管用 后来 终于有些人 不敢昧着良心说话了 站出来称 这是一部现象级的作品 超越以往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记录啊 三三两两 有名人站出这么说道 但是 人们根本不领情 你们早干啥去了 全都口臭冲天 开始时 都快将牛魔大圣骂死了 现在想反转 有点晚了 牛魔大圣 像是一匹大黑马 以骑绝尘 以神党杀神之士 一路涌破各种记录 成为有史以来的最大票房奇迹 不要说楚风这个主演了 就是叶清柔 陈洛言也都大火 因为形象非常好 戏份也很足 备受瞩目 就是杜华爱锦 欧阳青也被人熟知 被人亲切的称呼为千里眼顺风耳 这两人在剧中本色演出 那位天王与天后还有徐万一 他们的部分预言成真 不点名说 某部剧粗制滥造 要遭遇滑铁路 结果真的应言了 不过却不是牛魔大圣 而是末日崛起 真正的观众评价 牛魔大圣是良心之作 拍摄的真实而残酷 再现了大战的可怕景象 两三千亿人惨死 太震撼了 这让人们意识到 太行山一战的惨力 也的确激励起 人们内心深处的热血 要奋斗 要崛起 至于末日崛起 相比较起来 太过花哨 除了明星外 什么都没有 对于末世的描述 过于苍白 没什么感染力 它的惨力 跟牛魔大圣相比 那就是幼稚系 假的不能再假 如果没有对比 人们或许还会觉得 这是一部不错的特效大片 但是它真不该 跟牛魔大圣同时上映 两者同一题材 深刻度 与可看度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末日崛起 惨遭滑铁炉 从导演到天王天后 再到徐万一 恨不得找条地方炸下去 之前的讽刺言论 都应验在 他们自己的头上了 林诺依和楚风通话 很平静 也很缓和 没有什么杀伤性 因为林诺依早已经知道 他就是牛神王 第144集 在太行山大战结束后 白蛇扬言要屠城的 那个夜晚 在这么紧迫的情况下 林诺依都曾去看望他 还为他准备了一架飞机 想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 那一晚楚风颇为感动 同时也是在那一晚 林诺依猜测出 他就是牛神王 他一向聪明 可以说是第一个 猜出楚风身份的人 但是当时两人很有默契 在那个夜晚都没有点破 楚风 你要小心 穆家的人什么都知道了 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要谨慎一些 这一次 牛魔大圣上映 关于楚风有太多的话别新闻 比如跟江洛神 连安胎这种事都传出来了 此外 就是跟林诺依的也不少 不过 林诺依都没有提 无事了 我知道 会小心的 苍狼王是不是你杀的 最后 林诺依简单而直接 就这么问出 没有什么掩饰 是 林诺依还严肃帮他分析 这件事 穆家还不知晓 一旦得戏的话 会有所期待 毕竟 你是在为许多死难者复仇 但有一点很不好 一旦曝光 一类 对你会有非常强烈的敌意 你要知道 当日云贵高原 蜀地 顺天 三地同时发生兽乱 背后 一丢恐怖的兽王 苍狼王 鹰王 都是被那个存在 当枪使 楚风点了点头 他明白这些道理 这两天 天神生物内很不宁静 无论是林家 还是穆家都如此 楚风就是牛神王 林家的一些人坐在一起时 轻声议论 这超出他们的预料 当初 因为林诺依的关系 他们当中 有人曾派人去取楚风的头发 进行化验 确信 他不能成为艺人 怎能料到 他居然不受影响 成为大名鼎鼎的牛神王 这个年轻人 有些意思 低估他了 按照现在反馈来的最新消息 看 他非常的强 将来 或许能匹敌兽王 当时是谁横蓝树党 对他冷遇的 不让他接近洛伊 这些没什么 我们是天神生物的成员 有自己的傲气 无论是谁 达不到要求 便进不了我们的视线 关键看 洛伊 我觉得他很聪明 早已看出 楚风是谁 穆家内呢 则动了杀意 同为天神生物 主要成员 他们拥有 非同一般的权势 风口浪尖上 用软刀子更好 穆家一位中年人 冷悠悠的说道 旁边 穆的父亲 穆清禾开口 将穆天叫回来 他亲弟弟都死了 他却一天到晚 行走于明山大川街 方有寻生 该有些动作了 穆天 是他的长子 早在二十一年前 还是一个幼子时 就曾有幸于华山 务实一株小树上的异果 这么多年过去 他深不可测 菩提基因内部 也很不平静 江家 有祖老笑呵呵地 找到江洛神 问他到底 和牛神王室 什么关系 江洛神原本笑容 还很甜美 当听到这种询问后 盈白翘脸 顿时浮显 几缕 黑屑 变脸 速度太快了 洛神 外界不是都在传 你和他关系不错吗 怎么回事啊 那位长辈不解 有人赶紧清扯 这位大人物的袖子 暗中提醒他 可以了 别再多问 没看到江洛神的脸 都黑了吗 能让国民女神的脸 黑成这般 这里面的情况 肯定十分复杂 外面传得很神 都说他在安胎 跟牛神王 有不得不说的故事 霸榜女皇这些天 都在热搜榜上无敌 难逢对手 他一直都在憋着气呢 准备随时爆发 牛魔大圣 依旧在火爆上映 热议不断 牛魔大圣 都让我落泪了 是一个人类 物食异国 有了牛魔一样的面孔 不可逆转 饱受磨捺 不被人类所容 一生孤独凄凉 没有人理解他 视他为异类 可他还是 在尽身为 人族一员的义务 跟异族大战 直到流进 最后一滴血 太可怜了 你们就是感性 我看的是热血 是激情 牛神王并不可怜 他自己也没有觉得 自己可怜 一直在有莽直前 剧中他的初恋 林诺依 火焰知己 江洛神 都跟他相逢不相识 怎么不可怜啊 最后他一个人孤独的战死 直到过去很多年 他们才知晓他是谁 这还不可怜吗 你太冷血了 谁说他站死了 只是一个人踏上那条 无法回归的路而已 你看吧 以后肯定有大圣归来 这部续集 我入戏了 总觉得楚风 将牛神王眼活了 想起了真实的故事 事实上 牛魔大圣 的确爆发到 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不仅是在国内十天 就破了各种票房记录 在国外也是大受好评 东方的电影 很少在西方获爆 但牛魔大圣 打破常理 以脆枯拉朽之势 碾压一切 同期大片 西方 也在儿今这种大环境下 拍了几部励志电影 激励世人 但都没有办法 跟牛魔大圣争锋 因为连昆仑上的一群 大妖怪都去看了 轰动天下 就是西方人 也被勾起好奇心 一看之下 都陷进去了 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多的证据 指向牛神王的真身 就是楚风 这引发的波澜极大 楚风 你带回来的那块金属 已经不算是白银 太坚硬了 超越所有材料 陆通告知楚风 实验室的分析结果出来了 那块金属 具有惊人的价值 事实上 运须工已经派不少艺人 去那座银矿了 详细了解情况 然后再决定是否动手 此外 陆通还告知另一则消息 最近情况有些诡异 各地都出现神秘巨数 这东西真是灭绝不了啊 而外太空也开始再次出现植物 让人头疼 初风信经 庐山 为天下名山之一 古代时 有三山五岳这个说法 庐山 就是三山之一 地位很高 这里 曾有寿王击战 但最后都退走了 如今 这里有一株参天古树 枝凡野茂 就伴在庐山瀑布旁 此时 四尊绝顶强者连眉而来 出现在庐山瀑布前 看着这株古树 其中 一头老元 一头金翅大鹏 还有两头仙鹤 他们是一类中的爵士强者 他们分别占据了 松山 华山 树山 并已经开宗立派 请道友 送出一些化行果 老元 金翅大鹏 仙鹤 一起施礼 很客气 向庐山瀑布旁的古树 索要一种果实 可以 这株古树居然开口了 并且摇动枝叉 坠落下 数十枚黄灯灯的果实 赠予他们 多谢道友 几位决定高手 一起施礼 而后离开此地 在路上 他们各自吞噬一枚果实 结果身体 琵琶作响 发出刺目的光 到了后来 全部化行 拥有了人类的模样 化行果 让他们 化成人形 我等的子弟 也能化行了 他们手中 还有不少化行果 准备带回去 让同族化行 哦 是时候进京了 去跟人类高层谈一谈 三日后 我们在顺天城相见 说完之后 几名异类就此分别 三日后 顺天城 寿王进京 震动天下 第一百四十五集 老元 金尺大鹏王 仙鹤 一同进入了顺天城 引发了轩然大波 人们震撼 很多人都被惊呆了 寿王连魅而来 究竟是福 还是祸呢 这一天 许多人感觉压抑 总在担心着什么 绝顶兽王进入顺天城 一旦爆发凶行 那将会是恐怖无边 所有人都在焦虑 不知道几位兽王 想干什么 现在 调前高手过去 还来得及吗 希望八景宫 玉须宇宫 庇佑宫的三大强者 及时赶去 不然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啊 有人低语 这件事影响太大了 一个闹不好 很有可能 就是震惊世间的大孤 那里居住的人类太多了 无论是网络上 还是现实中 人们都觉得心头沉重 发生这么大的事 注定会影响深远 只是 这一日出奇的安静 没有宣废 因为人们觉得 牙医都在静静地等待结果 我想你们多虑了 顺天的防御能力 不说国内最高也差不多 兽王体型巨大 特征明显 隔着很远 就会被监控到 如果不是达成默契 怎么可能让兽王进城 有人分析 认为不会有什么大祸 然而 接下来的一则消息 让人们不安了 天哪 惊人的消息 兽王化香了 以人类的形态 进入顺天成州 卓相是一场地震 让所有人都悚然 这如果是真的 对于人类来说 后果不妙 兽王一旦化形 就意味着 可以随意进出人类社会 很难辨别 那个时候 他们一旦想出手 谁能第一时间阻拦呢 我想 应该不会有大祸吧 毕竟蜀山的仙河 对人类很友善 那头老袁 也不是凶狂之辈啊 有人 以很微弱的声音 发表意见 但实在是缺少底气 真的不能确信 无在乎 两日后 绝顶兽王 离开顺天 消息传出 所有人都尝出了一口气 老袁 矜持大鹏王 仙河 代表的不仅是他们自己 还有背后的一些兽王 跟人类商谈 达成一些共识 也据传 以后人类与异类 可以和平共处了 不再担心受潮 有人第一时间透露消息 引发轰动 这是所有人 都在期盼的消息 当然 所谓的和平共处 主要是一些有主的名山 至于 还在惨烈厮杀的地方 不见得能遵守这一约定 不管怎么说 这都算是天大的好消息 各地都在庆祝 这些天 楚风一直待在玉须宫 哪里也都没有去 因为牛魔大圣的影响力太大了 他现在是备受瞩目 他不想被人围堵 更怕那些娱乐记者 胡编乱邪 只能暂时比风头 躲在这里 研究全法 他杀了苍狼王 立下大功 路通如约 帮他再次取来一本 《行义古全经》 略为枯黄的经书 激奠着岁月的斑驳气息 这部全经中 有楚风感兴趣的东西 有龙行 虎行 猴行 他决定 将龙行与虎行连透 当日 陈海奉木家之命追杀他时 曾演绎龙虎争霸的绝招 跟他碰撞 威力巨大 行义拳中的十二真行 称得上是孤武精华 脸拳一辈子的老拳尸都在感叹 掌握其中的异形 就足以收拥终生 当楚风打出虎啸一时 路通瞪圆了眼睛 骂他变态 这才几天的时间而已 他就入门了 三天后 楚风低河 左手捏龙行 右手施虎行 共同出击 在玉须宫底下的练功场内 拳引突破阴障 打出爆雷引 轰隆隆的声音 隐约节 一条龙与一头虎 在虚空中陷露 虽然刹那消失 但这依旧无比惊人 碰里扔 前方的钢铁墙壁 被他声声打穿 要知道 那里足有一两尺后 以百炼金刚 胶筑而成 被他用龙行与虎行的 合击之术 轻易撕开 仿佛是个纸 而不是钢铁 你这小子 真是祸胎 真想把地下练功识 给拆了吗 路通心惊 眼皮都在狂跳 这小子才练行一拳多少天 就这么厉害了 他慢慢走近 仔细看了又看 发现 钢铁墙壁 整体军裂 你发现行一拳的秘密了 是啊 楚风点头 他掌握大力牛魔拳 再练行一拳 事半功倍 休息十二真行中的龙行 与虎行时 练出螺旋径 这种力道很古怪 连钢铁都可以轻易撕裂 威力 奇大无匹 徐独老全是练 一辈子都掌握不了这一秘诀 你却这么快就参悟出了 螺旋计 是行一拳的不传之秘 是底蕴所在 藏在十二真行中 楚风很开心 研究古武秘籍 果然有极大的好处 他觉得今日收获巨大 给你 陆通递给楚风一个圆环 雪白如玉石 晶莹而有光泽 楚风不解了 他要手环做什么呢 这是你带回来的那块稀有金属 看着像白蚁 但却不是 比金刚石都要坚硬很多呗 熔点也是极高 当然 这只是其中的一小块 大块留给了实验室 但也不能不给楚风一些表示 我找八景宫的人帮你练成了金刚镯 什么 楚风吓了一大跳 神话传说中 居住在八景宫中的太上老居就有一个金刚镯 难道说 国家成立的一人组织 八景宫 真的懂一些门道 老头子路通大笑 想什么呢 不过是帮你打造个防御性的手环而已 关键时刻可以挡锋锐利器 楚风瞪他 但还是愉快地收了起来 套在手腕上 他试了又试 怎么捏都无法留下纸痕 然后动用行一拳的螺旋机 奋力摧残 这金刚主居然防御住了 路通很认真地开口 别试了 这东西坚硬的离谱 没有比他再结实的东西了 而且 我们用最先进的锻造方法 锤炼成百上千遍 最后才铸成瓷器 算是当下的一件鬼宝级冷兵器 楚风笑了 表示谢意 接下来的几天 楚风除了偶尔回家 一直在玉须宫练拳 研究行一拳的几个真行 尤其是龙行与虎行 被他参悟得很深了 期间 叶清柔 陈洛言 千里眼 顺风尔也常来这里练功 看到他用螺旋剂 将数尺厚的钢铁 轻易撕开后 一个个瞠目皆说 吓到不行 老大 你实在是变态啊 还是人吗 我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都能跟真正的兽王一战了 欧阳清说道 这几个人也都在抓紧提升自己 玉须宫说道做道 给他们一种鼓法 当中藏着部分呼吸法 让几人实力都在迅猛地增进 他们是义人 练鼓舞可以刺激进化 好处巨大无比 这一天 老头子陆同又来了 喊停楚风 别练了 你都快成武痴了 我这不是为了避风头吗 楚风咕弄着 要不然的话 他也不愿意躲着不出去 不用躲避了 现在外面 有比你风头更劲儿的人 什么情况啊 这时 欧阳清 叶清柔他们几人也来了 牵了一眼 杜怀己说 老大 你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止炼行一惊啊 出大事了 外面都快翻天了 热闹的要死啊 一些异类 尽顺天了 楚风疑惑 这些天 几大兽王都来过 现在又有异类感到 不算稀奇 是兽王的子嗣 全都化行了 有利于人类受惠 影响巨大 楚风吃了一惊 异类都开始化行了 不止局限于兽王 连他们的子嗣都做到了 来头不小吗 何止不小啊 都打得离谱 我随便跟你说一些 你就会吃惊了 蒙古大草原上 异类中的第一高手 阴雨狼王 他的后辈来了 化形成一个 银发年轻男子 人气极高 大林寺的老元 他的强大毋庸之仪 号称决定守王 他的后人 也有一个现身在顺天 就是陈洛言也开口了 还有更厉害的 大林寺的老元都自贪不如 那就是孔雀王 据闻他曾想 攻下人类历朝历代的 风扇之地 他的后人也来了 楚风听完 倒吸了一口冷气 第一次听闻 惦记风扇之地的恐怖王级生物 竟有一个孔雀王 该不会就是他曾经驱动 苍狼王与鹰王吧 他有些怀疑 但并不能确信 因为想打风扇之地主意的兽王 不值一尊 他们都闹出很大动静吗 听你们的意思 这些异类化成人形后 有很高的人气 哎呀 化形人形后 男的一个比一个俊美 女的一个比一个漂亮 让人羡慕啊 这千里也是嫉妒不已 身为兽王的后人 介入人类社会后 想不引发轰动都不行 一些权贵名流等 都愿意跟他们结交 这么惊人吗 楚风压抑了 顺风尔 欧阳青也是在态戏 这些年轻的异类 本身的确非常不凡 再假如任何一个后面 都有一尊兽王 你说 有些人会不去结交吗 他们带来的消息 让楚风吃惊 他闭关的这段日子 外面沸沸扬扬 兽王的后人 进入人类社会 引发各方关注 今天晚上有个酒会 邀请了不少人 只为欢迎那些 受王后人 老大 你去不去啊 不想去 楚风摇头 不愿动身 还是去吧 跟那些受王的后人 结交有好处 以后说不定 会常打交道 先熟悉一下 都有哪些人要去啊 人可真不少 比如一些明星 明媛 还有一些大势力的人 多半都会到场 其中 仙秦研究院 菩提基因 通古联盟 地外文明所 天神生物等等 都会有人赶到 楚风发呆 这些大势力 都会有人参加吗 啊 没办法 这些异类来头太大 背后都有一尊兽王 代表着恐怖的实力 很多人想要跟他们有来往 日后 记住他们的力量 记住啊 去了以后 开心就多待会儿 不适应的话 就退场 尽量不要惹事 他希望 楚风几人 能结识一些兽王子寺 对日后有好处 好吧 晚间 麒麟大厦前 各种名车 不断驶来 走下车的人 来头都不小 有红级一时的女星 也有财团的高层 楚风几人也到了 为此 他穿得比较正式 是在来的路上 叶清柔几人 帮他挑选的 第146集 叶清柔 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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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卿几人 也都是正装 都是为参加这场酒会准备的 老大 你得多谢清柔妹子 在路上 帮你精心挑选衣服 楚风点头 没什么可抗拒的 既然来参加酒会 就得传正式一些 非要跟人家宴会 歌调反着来 那是称心找 不自在 电梯到了高层 几人先后走出 桌里安保很严 那些人仔细看他们的情节 认真地对照了一番 郊外别墅庄园区 不能去了 因为有异兽出没 现在这样的地方 是最好的选择 麒麟大厦十八层 装修靠旧 称得上是富丽堂皇 十分奢华 场地很开阔 水晶灯饰精心布置 将这里硬衬得很有气氛 金碧辉煌的宴会厅中 宾客的谈笑声传来 气氛非常热烈 早已来了很多人 甚至有点密集 这些人 三五成群站在一起 热露地交谈着 那不是三流天后吗 杜怀锦眼尖 一眼看到那位天后 因为不久前 他还嘲讽牛魔大圣呢 结果惨被打脸 更被处风怪异三流 书面孔有不少 有红极一时的女星 哪怕没有当面见过 也曾在银瓶上看到过 被请来一些 周雪鱼 贵宾之间 不少重量级的人物啊 叶轻柔对这种场合很熟悉 如鱼得水 在这里辨认着 看到一些财法的高层 他提醒处风 哦 连林叶宇都来了 天神生物的重要人物 也来这种场合了 他是林诺依的小叔叔 看得出 林叶宇弹性颇高 正在跟一些人站在一起 不时地发出笑声 不时地发出笑声 很融洽 太高了 竟然在这里遇生你 快来跟我们来张合照吧 就在这时 两个小女生跑来 才十几岁的样子 面对处风时 非常兴奋 扑闪着大眼 老大 你自求多福啊 我们去看美女去了 杜怀疾 欧阳青 很没义气 转身就跑了 混入了人群中 叶清柔 笑容灿烂 回眸一笑 鸟鸟挪挪而去 也不管这里了 陈洛言探了探手 表示无能为力 同样 消失在宴会人群中 处风无奈 跟两人合影 结果还没有逃离呢 又有一些人过来 对他很好奇 哪怕没有见过 也上前攀谈 初秋 你跟江洛神 到底什么关系啊 一位年轻人笑着 直接这么问 我看到江洛神也来了 就在不远处啊 要求合照的小女生 叽叽喳喳 指向远处 楚风有些后悔来了 估计会有麻烦 楚风 正在这时 陌生的声音传来 一个男子 手持着酒杯 非常英俊 二十六七岁的样子 你是 楚风不认识他 这个人很沉稳 慢慢走来 英俊中 有种老猎 看得出 不是一般的人 他的眉心 居然有一道树纹 很是古怪 这也为他 增添了一种 奇异的魅力 我叫穆天 是穆的哥哥 他很直接 上来就这么自我介绍 看得出 这是一个从容而冷静的人 他见到楚风后 没什么掩饰 告知来头 楚风瞳孔微缩 这就是穆的兄长吗 二十一年前 就早已成为义人 据说深不可测 想不到 他们竟在这种场合相见 穆天的确很是不凡 镇定而沉稳 英俊的面孔上 眉心那道树纹 像是有奇异的力量弥漫 让他看起来 很是神秘 太行山一阵 你表现不俗 我个人对你破位欣赏 不过你杀了我弟弟穆 这终究是一笔账 让我很难办 希望能有化解之法 他笑了笑 拍了拍楚风的肩头 就这么离去了 楚风诧异 这个穆天 很不简单 这个人举重若轻 上来仅跟他简单说了几句话 根本没有发难的意思 他谁啊 穆天 难道是天神生物那位 笼罩着迷雾与神环的 恐怖年轻人 据问 十几岁时 就徒手击毙过一头 发疯的大象 是他 到现在根本摸不清他的底细 只能用神不可测来形容 附近 有两人在地狱 谈论木天 楚风发现 有几个非常出众的年轻人 附近围着的人颇多 如同众星捧月般 他估计 那多半就是寿王子寺 已经化形 让他一阵感慨 一泪崛起的 太迅猛了 他没有过去 拿了一杯酒 又选了一些食物 向较为偏僻的地方走去 不想跟着凑热闹 有人跟他一个目的 也很低调 正好走过来 坐在他旁边 你是楚风 你是 楚风亚裔了 这是一个银法年轻人 一看就与众不同 英俊的过分 远超一般的人类男子 双眉如解 眼神非常有神 这不是柔美 有一种阳刚之气 再加上一头银色长发 他想不引人瞩目都不行 你可以叫我白川 银法男子笑着自我介绍 虽然很灿烂 但是也有种破人的气息 绝对的强大 不过 他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力量 折服在体内 我来自内蒙古大草原上 楚风心头一灵 他一下子想到了某头兽王 银月狼王 这位兽王 号称北方大草原一类中的第一高手 所向披靡 杀得四方臣服 恐怖无边 是绝顶兽王 银月狼王兽爷爷 白川微笑 没有什么隐瞒 久仰 楚风客气一番 其实他还真不知道 怎么跟这个异类强者打交道 不明白 他抱着什么目的而来 尤其是 他可是杀了苍狼王 如果让对方知道 估计会敌视他 毕竟同为狼族嘛 白川的眼神很炽热 别紧张 第147集 那边有徐婉仪 穆天 还有几名非常出众的年轻人 被簇拥在中心 事实上 那几人也是整片酒会的中心 包括一些身份非凡的人等 全都在围绕着他们 甚至 楚风还看到 江洛神也在那里 正在跟一位极为漂亮的女子交谈 寿王子寺 他们过来了 杜怀锦低声说道 酒会的中心开始转移 那几个年轻人向这边走来 目标就是楚风他们 楚风心头一沉 徐婉仪 穆天都在那边 跟那几个人站在一起交谈 楚风不了解穆天 但徐婉仪那个女人 绝不会说什么好话 为首的一个年轻人太俊美 拥有一头紫发 披散到妖际 穿着人类的礼服 看起来超臣脱俗 他比一般的美女都要漂亮 这是一个罕有的美男子 他叫孔圣 应该是孔雀王的后人 叶轻柔 在楚风耳边告知 这让楚风心头一灵 孔雀王极其可怕 连松山的老园那么强大 都自叹不如 可以想象他的厉害与恐怖 风扇之地 作为人类必争之地 不可能放弃 而孔雀王却敢参与 一直想要拿下来 可以说孔雀王 是一头无敌王者 孔圣太俊美 紫色的长发 妖艺的气质 修长的躯体 太出衷了 在他旁边 还有一男一女 男子浓眉大眼 英气薄发 身材强健有力 她是云豹王的子孙 叫云飞 叶轻柔 显然她在酒会上 转了一圈 了解到足够多 有价值的信息 旁边那个女子 叫苗飞 不知道出身 但肯定 是世王后人 那个女子 一头短发 很清爽 也非常漂亮 大眼睛 如同宝石般 略微发出绿色光滑 很是妖艺 与美丽 她叫苗飞 跟江洛神 比较谈得来 边走还边在说话 身为落后一步的男子 叫黄小仙 很讨厌 叶轻柔说道 轻声告诉楚风 最后一名义类的名字 不知道种族 黄小仙 或许是唯一一个 长相一般的义类 没有英气 更谈不上俊美 中等身高 偏瘦 一头黄发 下巴很尖 眼睛不时的出现 紧光 整个人看起来 有些妖气 她的长相 着实不是那么的讨喜 你就是 牛神王楚风 黄小仙 第一个开口 嘴角微翘 略带轻慢 虽然长相很一般 但她很自信 是 楚风很平静的回答 附近自然跟过来很多人 都在簇拥着几名年轻人 尤其是孔圣 最被看重 财阀的高层等 都站在她不远处 徐婉仪也在 跟几人站的波及 露出一缕微笑 久仰大名啊 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 黄小仙说着 虽然初步融入人类社会 但她很快就适应了 语言沟通等 都无障碍 她眼中金光闪烁 干受的躯体 向前走了几步 看着楚风 听说你在牛魔大圣州 杀了各族很多高手 楚风没有说话 就这么看着她 这明显是来挑事的 我对你颇为感兴趣 要不我们出去 单独聊一聊 黄小仙带着笑 眼神中略有不屑 看着楚风 太行山一战的电影 她也看了 但是她对所谓的 牛神王的战力 不屑一顾 顺风尔 欧阳青打圆场 算了 我们还是在这儿聊吧 酒会本就是 结识朋友的地方 不用换地方 她怕兽王的子嗣 将楚风框出去 找没人的地方 下毒手 你算什么东西 我和牛神王谈话 有你插嘴的地方吗 黄小仙翻脸特别快 直接而冷冽 不给人留面子 顿时冷场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她这么的霸道 与不客气 你很过分 楚风上前 欧阳青是为她出头 怎么能让她受辱呢 千里眼都怀疾 也气愤无比 我说朋友 这里是酒会 我们彼此间 还是和和气气 比较好啊 笑话 我再跟楚风说话 轮得到你们出头吗 黄小仙说到这里 看向在场的人 我想知道 刚才说话的两人是谁 也是被你们邀请来的吗 显然 她故意发难 就是在找茬 几名寿王子寺 本就来者不善 只不过这个黄小仙 最为霸道 翻脸很彻底 酒会举办方 顿时擦冷汗 根本就没有预料到 这个结果 不想难为那两人 但也得罪不起 寿王后人呢 真是无趣 什么破酒会啊 连阿猫阿狗 都能混进来了 黄小仙冷笑 轻声说着 虽然是在说 欧阳青与杜怀吉 但是眼神却瞟向处风 分明是要针对他 明眼人 一看就清楚怎么回事 此时 欧阳青杜怀吉 脸色正清正白 从来没有这么被人侮辱过 而且是当众 实在是窝火 难受 你说他们两个是阿猫阿狗 你又是谁 什么出身 这等于是对上了 显然 黄小仙是异类 自然也是飞禽 或野兽化形的 真要说出身份 也等于被羞辱 你 你 这黄小仙眼中射出光束 凝视楚风 叶青柔上前 拦住楚风的一条手臂 怕他冲动 跟受王子寺开战 算了 黄小仙忽然笑了 有些要挟 并且眼中光束大声 带着淡淡金色 我正好缺个舞伴 美女 可负赏脸 她在对叶青柔笑 并冲她招手 这一刻 叶青柔 竟然直接松开楚风的手臂 走了过去 许多人都露出意思 黄小仙这一手太过分了 当众抢走楚风身边的舞伴 盛气凌人 你 再侮辱我们 青柔回来 陈洛言都忍受不住了 在后面喝道 楚风起出惊异 而后猛然变色 一声清河 醒来 一刹那 叶青柔 挺住身形 略显迷茫 而后惊呼 快速倒退 回到楚风的身边 像是见了鬼一样的 盯着黄小仙 还是过来吧 黄小仙微笑 眼中淡金色光彩更胜了 楚风知道了 这个人的精神力非常强大 能豁人心神 他杀意弥漫 将叶青柔挡在身后 大步向前逼去 这个人 本就是找茬而来 一而再的挑哨 他怎么可能会退缩呢 你虽然是寿王子司 但记住 这里 是人类的城市 楚风寒声说道 杀意不加掩饰 黄小仙的笑容凝住了 一双瞳孔略微收缩 面色有些难看 居然被这样警告 人类的城市又怎么样 我们依旧是贵宾 他开口 心中恼怒 但面孔上却浮显笑 放肆地看向所有人 现在各族和平共处 哪里还分什么地狱 与城市啊 那样只会显得狭隘 徐婉仪适时开口 带着微笑 一身红色的晚礼服 身材曲线起伏 整个人十分艳丽与妖娆 这个女人果然出来搞事了 楚风轻蔑地扫了她一眼 徐小姐雍容大方 那就请你跟这位黄小姐 挑支舞吧 也算是带我们赔礼了 徐婉仪面孔略微发僵 笑容消失 她怎么可能陪黄小仙跳舞 那是什么族类 她心里有数 应该是一头黄鼠狼 哪怕她的祖父是兽王 实力恐怖 可是 如果她现在陪黄小仙 跳一支舞 传出去后 她还有什么颜面 毕竟 她是天神生物林家的儿媳 黄小仙微笑 她不介意 跟一位美女跳舞 什么也都没有说 徐婉仪呢 玩具 我身体不舒服 而且是那位美丽的小姐 得罪了黄先生 我看还是让她 陪着跳支舞 也得罪吧 她指向了叶清柔 还想祸水东移 我看你刚才跳了几支舞 都很不错 怎么 看不起黄先生啊 所有人都望来 露出异色 徐婉仪 面色略微发僵 她恨死楚风了 没有想到 她反应这么快 让她跟着 就陷了进来 所谓和平共处 不是这么来的 人家都羞辱你了 还要陪笑 这是性格使然呢 还是觉得 理应如此 这等于是 当众戳徐婉仪的脸 就差直接说 她有奴性了 你 徐婉仪大怒 从来没有这么受辱过呀 第一百四十八集 楚风早看她不顺眼了 三番两次想杀她 还派人要去懂她的父母 已触动了她的逆琳 今天她还敢跳出来 哪管她是谁 自然不会有好言语 如果坏一个地方的话 早就动手了 林叶宇 从远处走来 冷冷的看了一眼 徐婉仪 她觉得 今天自己这位妻子 太失分了 完全是在自讨没趣 楚风不能那样说 各族融合 是大趋势所向 不要带个人偏见 主办方有人站出来 这么说道 她不会怕什么 在她看来 楚风即便是牛神王 又如何呢 比得过瘦王子嗣吗 能跟天神生物林家的 儿媳妇相提并论吗 是 各族融合是好事 但什么事都很难一帆风顺 需要一个磨合 与过渡的时期 我刚才跟 银月狼王的后人 就很谈的来 成为朋友 跟这位黄先生 脾气不对路 也很正常 他十分平和 也很克制 不想让相关的人难办 但绝对不认同 这个人说的话 所以提及 银月狼王的后人 刺激与提醒一下他 果然 这个人有些尴尬了 面色微沉 不好多说什么 此时 不少人纷纷站出来 打圆场 都不想气氛闹得太僵 对谁都没好处 尤其是主办方 更是向黄小仙陪礼 在那里低声说着什么 此外 还有人来到楚风 进前 小声告诉他 不要再多说了 黄小仙微笑道 接过这一篇没问题 但是 他得过来 给我陪礼道歉 他指向楚风 虽然在笑 却有些盛气凌人 狠尖的下巴扬起 非常自负 因为 他可不怕什么牛神王 仔细观看过那部电影后 他早已判断出楚风的实力 估计 不如金刚 与银翅天神 所谓仪仗的 只是一张大功 楚风不写 懒得理他 直接转身 这黄小仙脸色沉了下来 大步走来 旁边 有人劝楚风 楚秀啊 何必这样 低头扶个软算了 办不到 楚风转身 看着劝他的人 而后又扫了一眼黄小仙 依旧很亲密 此时他没有动手就不错了 那我来教你怎么向我道歉 黄小仙含声吼 破到进前 周围的人发呆 这是一言不合就要出手吗 所有人都预感到 要出大声 自时至终 另外几名一族年轻强者 都没有出声 冷眼旁观 黄小仙 瞳孔中金光大圣 直接挥拳 对楚风动手 他带着傲慢与不屑 什么牛神王 他准备一拳打的骨断金蛇 一个留着寸头的男子走来 皮肤成古铜色 人看着很硬气 容貌不俗 十分鹦鹉 一把抓住黄小仙的手 袁大哥 黄小仙 原本想发怒 可是回头看到这个青年后 脸上顿时陪笑放下姿态 皮肤成古铜色的硬朗青年 平静地看着他 这是什么地方 你想在这里动手啊 原本来自松山 有人低语 一瞬间所有人都猜测到他的来历 原本应该是大林寺老原的后人 看他一出场就震住黄小仙 就知道身份不凡 一直没有说话的孔圣 这时候开口 并且向前走来 原封你也来了 他是孔雀王的后人 身份超凡 周围有不少人簇拥着 如众星捧月一般 是 我刚倒 原封点头 放开黄小仙 走了过去 我正好有事找你 孔圣说着 他的容貌极其俊美 称得上罕友 紫发披散 身材修长 气质太过出众 虽然俊美 但是他却不阴柔 略带威严 因为体内折服着恐怖的力量 弥漫出丝丝缕缕的气急 就让人感觉到压力 什么事啊 原封问他 同时又看向黄小仙那里 这种场合 不宜让他乱来 黄小仙尴尬 也没有出手 孔圣露出笑意 顿时显得无比灿烂 如同紫色朝霞绽放 这些都是小事 那个人说的对 各族在融合的过程中 难免会有摩擦与碰撞 需要有一个过渡期 让他们自行解决就是了 你我管得了一次 管得了两次三次吗 这 原封想说什么 但是被孔圣拉到了一边 黄小仙笑了 孔圣这样发话 让他底气十足 不怕事情闹大 楚风心头一灵 难道孔雀王 真是驱使 苍狼王与英王的恐怖存在吗 并且孔圣已经知道 他杀了苍狼王这件事吗 很明显 孔圣对他没有什么善意 想放任黄小仙行事 袁峰哥 一族女子 苗霏甜甜的叫道 她一头短发 很清爽 眼如宝石 偶尔有绿霞 一闪而目 摇曳而美丽 云豹王的后人 云飞也上前 向袁峰问好 袁峰 我想用一些东西 跟你换金刚菩提圣树的花粉于过时 孔圣开口 你找我是为了这件事吗 你拿什么换 袁峰的神色凝重 金刚菩提圣树 是松山上的一株千年古树 是目前最珍贵的艺术 所结的金刚菩提果 拥有神效 可以让人迅猛进化 松山的金刚菩提树 虽然号称圣树 但现在肯定还不是 需要随着时间推移 他才能逐步复苏 放心 我的交换物 不会赐予他现在的花粉于过时 你想突破 成为王级生物中的一员 孔圣笑了笑 越发显得妖艺 俊美 紫色瞳孔深邃 你我一样 想必袁王爷早以为你准备好 进化所需要的花粉与圣果了 要不了多久 松山就会多一尊王者 两人交谈没有遮掩 很多人都听到了 人们心头震撼不已 异果何其稀少 别人成为异人都有难度 他们却在挑挑拣拣 要成为兽王 这就是占据天下名山的好处吗 简直让人疯狂 菩提古术解除的果实太少 我不见得有资格享有 老元王暂时不需要那么多了 他已经绝世无匹 肯定会考虑让你突破了 周围的人听得是心惊肉跳 简简明白了 兽王子寺进入人类棲居地 是为了增长阅历 了解人族的各种知识 开阔自己的事业 对于这些异类来说 人族许多方面都值得他们学习 甚至 这人是红颜 对他们来说都是宝藏 人情恋达等 如果能够到位 他们的心境会大不相同 不然的话 孔雀王老元这等恐怖存在 都能找到最珍惜的异果 现在就可以让他们突破 兽王有自己的思量 后人不像他们经历过 数百载岁月的洗礼 经过诸多磨难 积点够深 他们想让后辈融入人类中 在滚滚红尘走一遭 在大染缸中沉浮一段岁月 许多人惊悚 兽王的后人 果然得天独厚 注定要突破到较高层次 前路早已被安排好 事实上 黄小仙也在愤闷 虽然同为兽王后人 但是命运却不同 他们这一脉的老祖 也只是刚突破到兽王层次 怎么顾得上他们呢 同时 他们这一脉 占据的地方 算不得天下名山 只抢占了一座 在北方略有名气的山峰 奇数不多 估计很难供养出第二尊兽王 所以黄小仙越发的不平 心中有一股火 本就看楚风不顺眼 现在更想杀他了 两位有话好说 可以坐下来谈嘛 有人看出苗头不对 想要劝阻 黄小仙身材干手 一头黄发 下巴很尖 眼中金光闪动 此时的笑容让人反感 他皮笑肉不笑 我这人很好说话 没什么 让这位美女陪我跳支舞 赔个罪就可以了 他指向了叶轻柔 叶轻柔面色变了 现在他也猜测出这个人的来历 被逼着陪一只黄鼠狼精跳舞 事后肯定会被沦为笑柄 随后 黄小仙 好整一下 又指向欧阳轻与杜怀锦 同时 这两人很碍眼 让他们滚蛋 你 你 这欧阳轻和杜怀锦气坏了 屡次被针对 让他们愤怒无比 楚风自然知道 他是故意的 明着针对叶轻柔杜怀锦他们 其实是想羞辱他 抢他女伴 斥责他的朋友 嚣张而霸道 还不过来 黄小仙扬着下巴 眼中金色光束绽放 看向叶轻柔 他动用精神力量 想强行的控制他走来 他的精神力强的可怕 周围许多人 都一阵昏尘被影响到了 就更不要说 手当其冲的叶轻柔 他烈丝发白 身体摇动 滚 楚风一声大喝 蕴含着猛牛吼 同样含有精神攻击 强行中断 黄小仙的精神束缚之力 第149集 轰的一声 黄小仙脸色发寒 一拳轰出 发出惊雷一声 直接对着楚风出手 楚风抬手 直接挡住 冷冷的凝视着他 两位不要如此 各退一步 可好啊 主办方焦急 冲过来不少人 想将他们分开 去天台一战 不要影响别人 楚风说道 他今天已经足够克制了 但现在不得不出手 生死有命 黄小仙笑着 很放松 没有将楚风看在眼中 因为刚才都没有用力呢 一刹那 宴会厅冷清了 所有人都跟着上了 麒麟大厦的天台 上面地方很开阔 足够两人交手 繁星点点 夜色柔和 大厦天台上很安静 哪怕站了很多人 都没有杂衣 所有人都在远远的看着 黄小仙 站在天台中央 很自负 但却没有大意 这一刻 眼中璀璨金光暴涨 对楚风一声断吓 还不过来跪下 他的精神力极其恐怖 刚一出手 就动用这种 近乎神通般的本领 想操控楚风的精神 让他当众下跪 尽心折辱 楚风感觉 脑瓜人一阵刺痛 正在遭遇精神攻击 他缓慢向前挪动脚步 身体像是要弯曲了 黄小仙哈哈大笑 畅快不已 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操控他人的意志 掌控一切 老大老大 杜怀姐欧阳青 脸色铁青大声喊道 也轻柔 也感觉很揪心 如果楚风在这里受辱 真比杀了他还要可怕 那种后果 让他都跟着难受 陈洛言喝了一声 楚风 想唤醒他 此时就是江洛神也不忍 哪怕此前想暴打楚风 但也不愿他在异类面前受辱 他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孔盛很平静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一头垂到腰界的紫发 被夜风吹得扬起 俊美的面孔上毫无波澜 袁峰底声问他 这样好吗 总有过度雨磨合期 让他们自己解决 孔盛瞥了他一眼 许多人叹息 这个场面的确让人不自在 毕竟 那即将被侮辱的人是楚风 他是一个人类 徐婉仪在笑 发自内心的畅快 他终于等到这一天 险些就大笑出声 很好 很听话 黄小仙微笑 双目的金色光彩 越发的胜烈了 他觉得 自己可以掌控任何人的生死 他发现 楚风的腰似乎又低了一些 他很享受这一时刻 然而 下一刻 风雷爆响 楚风突然动了 一拳砸出快如闪电 之前 他向前挪动脚步 不是为了接近 略微弯腰 是为了蓄力挥拳 黄小仙惊叫 你 你 他根本躲不开 对方的速度太快了 达到了亚音速 他只能快速伸出双臂疙瘩 然后再反击 然而 从一开始 他就低估了楚风 再挨到第一拳后 他就灭色惨变 咳嗒一声 第一拳砸落 他的右臂就直接骨折 被楚风击断 接着又咳嗒一声 当楚风第二拳落下后 他的左臂也折断了 被打得不自然的弯曲着 发出圣人的鼓劣声响 第三拳轰击 击在他的胸膛 黄小仙的胸膛塌险 胸骨折断四根 整个人大口吐血 横飞了出去 楚风跟进 速度恐怖 空气都发出爆鸣声 直接追上 在半空中横飞的黄小仙 耳后一脚踢出 砰的一声 扫在他的左肋上 让那里骨骼琵琶作响 断了一片肋骨 到此他才停下 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直到这时 黄小仙才发出 嗷嗷的一声残叫声 浑身多处骨折 剧痛让他难以忍受 扑通一声 坠落在天台上 满地打管 嘴里不断地涂斜墨子 所有人都震撼 没有人说话 都盯着前方难以置信 楚风太狂暴了 居然这么干净利落地 迅速结束战斗 让人心惊肉跳 太粗暴了 太狂野了 不过 我喜欢 很长时间后 欧阳青才怪叫一声 其他人听闻 都不由自主想点头 都有这种感觉 觉得酣畅淋漓 就是这么的粗暴 将黄小仙横扫 才觉得畅快 同为人足 很多人 早已看黄小仙不顺眼 不过 敢怒不敢言 没法表露 现在有人出头 这么横击他 大快人心 几位异类都面无表情 你该死 黄小仙大叫 他的确是黄鼠狼 天生精神力强大 这种生物 在许多地方 被称作黄大仙 因为 关于它们有太多的传说 最出名的 就是能操控人的精神 很诡异 黄小仙进化后 这种能力自然更强大了 结果 却遭受这种惨败 事实上 楚风成人 黄小仙实力很强 最起码 在觉醒境界八断一声 换作其他人的话 肯定是着了道了 连叶青柔那么厉害 都被黄小仙 出其不意的 控制过心神 楚风如果不是掌握 有牛魔吼 内运精神攻击法 想要收拾他 估计会费一番手脚 不可能这么干净利落 黄小仙大叫了一声 啥 吃的一声 一道血量的光芒 突然间从黄小仙那里冲起 向着楚风斩去 天哪 居然是飞剑 有人失声惊呼 那的确是一口短剑 不过巴掌长 血量刺目 向着楚风的脖子斩去 不知数神有欲见数 我们这一脉也精通 黄小仙心中冷笑 这是他最大的倚仗 精神力强大 可以控误杀人 然而 楚风的表现十分的射人 左手捏龙形 右手施展虎形 行一拳的龙虎争霸绝招 瞬间绽放 他双手合击 在最危急的关头 直接夹住这口血量的飞剑 当了一声 他双手一捏 龙虎争霸爆发神音 震动天台 螺旋近爆发 直接将飞剑撕碎 这怎么可能 这黄小仙大惊失色 这口飞剑的材质十分稀有 居然就这么的 被人给撕裂了 下一刻 楚风来到近前 一脚向前踏去 咳嗦 鼓裂的声音传出 黄小仙又嗷了一声 残脚不停 这一脚落下 他另一部分 还完好的胸骨也 塌陷了下去 全面骨折 接着 楚风又砰的一脚扫出 将他整个人踢得横飞 这一击发出后 连他的脊椎骨都折断了 伤势极其严重 有意思 一只黄鼠狼而已 连飞剑都放出来了 你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施展 我要杀了你 黄小仙怒叫 坠落在地上满嘴是血 身体惊乱着 因为剧痛 而导致满身冷汗 自从他出道后 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在这一次 天地一变还没有开始前 他就已经活过二十几载的岁月了 有了灵性 那个时候 在某一偏远地区 他就被尊为大仙 很多人上贡 在中医上 这种由黄鼠狼等造成的精神困扰 被称作是疫病 可以说 在他还是受累时 还没有彻底进化前 就已通灵 拥有非凡手段 而今进化后 就更加恐怖了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 被该黄鼠狼一脉的老祖看上 力为继承人 如今全面进化后 他的精神力暴涨 连飞剑都寄出来了 实力惊人 斩杀觉醒境界的生物 跟切菜似的 若非遇上楚风 在觉醒境界 没有多少人可以制衡他 可惜他碰到楚风 今日注定无比凄惨 你还嘴硬 楚风上前 又是几脚啪啪啪踏下去 帮他进行全身骨折运动 黄小仙毛了 主要是疼的 身体的剧痛 让他难以忍受 不由自主的颤抖着 冷汗如流水般 他虽然愤怒 但是却不敢叫板了 即便这样 楚风依旧踏了几脚 把他的下巴 也给整骨折了 这一刻 黄小仙涕泪长流 那种疼实在是受不了了 他现在想说话都不利索了 因为下巴断了 夜空中 繁星点点 天台上一片寂静 人类这边都被震住了 楚风刚才如同魔神般迅猛出手 催哭拉朽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赶紧利落 没有人怀疑黄小仙的实力 连飞剑都寄出来了 雪亮剑光 让人心惊肉跳 恐怖至极 除去王级生物外 有几人可敌呢 楚风一行一拳中的龙行与虎行合击 直接撕碎飞剑 震撼当场 痛快 磅塌 欧阳青 杜怀锦都在欢呼 感同身受 像是他们自己在动手 痛打黄小仙 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 杜怀锦也在歇腻着黄小仙 干干巴巴 妈妈来来 一点都不圆润 磅塌 第一百五十几 不久前 黄小仙邪拟他们 轻蔑于看不起 甚至称他们为阿猫阿狗 嚣张霸道到极点 结果 现在被打残 叶青柔也笑了 非常讨厌这个黄小仙 险些控制他的心神 现在被打成死狗一样 让他十分开心 许多人都觉得痛快 这一战打出士气 人类这边 不少人都觉得心中舒胆 主办方 有些人则在擦冷汗 身体都发颤了 他们感觉大事不妙 那可是兽王子孙 被打得浑身骨折 事件太大了 也有人觉得愤懒 也有人觉得愤懑于憋屈 那就是徐婉宜 早些 他还在微笑 想看兽王子孙 折辱处风 甚至希望 将他当众斩杀 哪里料到 最终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他脸色难看 甚至有些铁青 黄小仙落败 让他很烦躁 这时 许多人都心头震动 尤其是一些财阀高层 觉得低估了牛神王 他的强大远超出预料 就是将洛神 都心中砰砰锯跳 楚风是杀苍狼王的人无疑 他完全可以确定了 不然的话 怎么会这么强呢 他之前就有怀疑 看过那段视绪十几遍 现在更加确定了 这片地方 一阵骚动 人们都回过神来了 刚才实在是被震住了 顿时异论声四起 兴奋与激动无比 直到这时 主办方的人才慌忙冲过去 小心翼翼的 为黄小仙检查身体 并且低声道歉 说各种好话 刚才楚风如同魔神般 让主办方都没有敢乱动 现在他们心中叫苦 对楚风怨愤 将黄小仙击成重伤 近乎废掉 让他们接下来 怎么面对 异类强者呢 有人想对楚风发火 楚风 你实在 但是 当看到他冷冷的 投来目光时 那个人顿时没声音了 十分害怕 到现在 谁都能看出 楚风不是一般的人 实力恐怖 他比之前的身份 牛神王 还要恐怖 这件事 没完 黄小仙 吐了一口血 墨子后 狠声说道 他从来就没有吃过 这么大的亏 你是想让我按照 生死有命的规矩来吗 楚风冷漠的说着 儿后直接越了过去 这可是亚音速 迅猛如雷点 当他落地时 咔嚓声传出 他的双脚 塌在黄小仙的双腿上 显然 骨头断掉了 黄小仙凄惨大叫 哼 不知死活 楚风冷声说着 接着向前迈步 一脚塌在他脸上 顿时 他的牙齿断落很多颗 黄小仙惊悚 彻底恐惧 艰难地吐出一个不字 他被吓坏了 他怕楚风 一脚将他踩死在这里 这个人 如同魔神般 让他胆寒 主办方的人 全都下毛了 但却不敢阻止 打气都不敢出 面色煞白地在一旁看着 楚兄 可以了 就在这时 有一人快速到了进前 拦住楚风 不让他下杀手 这是一个青年 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身材奇长 眉目秀气 是一个很温和的青年 看着楚风 我是赵宇 乃自于虚宫 楚风一正 他知道这个人 于虚宫中 有三个年轻人 被重点培养 其中有一个人 就是赵宇 他以为 会是一类中的强者 过来阻挡 没有想到 赵宇先过来了 放过他吧 不然我们宇虚宫也难做 赵宇说着 斯文而秀气 一般的人 根本不知道 他实力很强 是宇虚宫的种子高手 楚风想了想 抬起了脚 没有再踏下去 事实上 他也没有想当众击杀黄小仙 兽王才跟人类达成共识 他如果立刻诛杀一位兽王子嗣 影响极其恶劣 如果是在野外 楚风直接杀之 但是 众目睽睽之下 他真要这么做的话 会引发巨大风暴 现在 黄小仙近乎半废 浑身骨头断裂很多根 这种结果或许更好 成为反面教材 更具有威慑性 楚风这般强势出击 对其他兽王后人 起到了警告的作用 人类中 并不是没有高手 到此为止吧 直到这时 孔圣才开口并走了过来 他身材高挑 穿着人类的礼服 修长于挺拔 紫发披散 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气质 妖艺而俊美 这时 许多人跟了过来 都小心排衣着 因为孔圣身份太特殊 地位超然 他身后的孔雀王 号称无敌 孔哥 我 黄小仙低头 有些惧怕 同时也很憋屈 居然这么凄惨的大败 让他恨欲狂 自己实力不计 怪得了谁 走吧 孔圣淡淡地说道 而后 当先离去 他并没有发难 出乎一些人的预料 这让徐婉仪很是失落 觉得遗憾 他很希望孔圣这等人物 强势出手 楚风 哑然 他觉得 这个孔圣不简单 分明对他没有什么善意 结果 却能这么平静 与镇定地离开 有人抬着担架走来 将黄小仙放了上去 将他带走 来的时候 意气风发无比 自负 走的时候被人抬着 黄小仙愤恨无比 回头 冷冷地看了一眼楚风 他觉得太逼去了 毫无疑问 这一战的消息 肯定会传出去 他黄小仙 将成为人们眼中的失败主 无论是在人类社会 还是在异类中 他都会成为反面教材 太丢人了 酒汇散了 谁都没有心思待下去了 很快 网络上震动 有人将这一战的视讯 发了上去 多日不现身的处风 这段日子太沉寂了 没有他一点消息 谁都没有想到 他一旦出现 就是石破天惊 那个人谁啊 连飞剑都放出来了 好恐怖 结果却被牛神王撕裂剑体 太惊人了 牛神王不出则疑 一出现 就是大波澜呢 随后 有人将前因后果写出 跟这段视讯放在一起 多而是引爆网络 之前 人们只是觉得 这战斗画面惊人 毕竟出现了非戒 当了解到内情后 群情激动 许多人连连高呼痛快 一头黄鼠狼 趾高气昂 在酒会上 轻慢与羞辱人类 活该如此 打得好啊 看得我热血沸腾 真想切尸上去 暴打那只黄皮子一段 楚风太彪悍了 徒手硬扛非戒 比我们想象的 还有厉害 绝对是超级大高手 网络上 宣飞 一面倒的支持楚风 许多人觉得是血脉喷张 恨不得 亲临现场 去暴打 那个嚣张霸道的黄鼠狼 楚风回来后 第一时间去见了路通 告知详细经过 难道他们知道 是你杀了苍狼王 老头子 很是冷静 无情绪波澜 不受任何影响 他在低头琢磨 气 气死我了 一间奢华开阔的房间中 黄小仙砸烂通讯器 他愤怒无比 看到网络上的视讯 与报道 两位老者在他房间中 正帮他接骨 经验老道 同时他们的手掌都在发光 拥有神秘能量 下手好重啊 小黄近乎废掉了 得好好养伤啊 一个老者说道 这时孔圣来了 走进房间中 面孔俊梅 依旧保持着平静 没有波澜 云飞与苗飞 跟在他的身后 孔哥 你怎么不出手 应该杀了他呀 黄小仙教导略有不满 云豹王的后人 云飞开口 你和他有约在先 公平一阵 众目愧愧之下 孔哥怎么出手 我白来的时候 你们可以跟他约战呀 黄小仙觉得委屈 苗飞轻哼了一声 几位王者刚跟人类商谈好 如果因为你败了 就去报复与杀人 这影响得有多恶劣 黄小仙低头 我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那么强啊 王这以下 没有竟然是他对手 除非 孔哥去杀他 几个人一起看向孔圣 想知道他如何决断 孔圣眸子中 有淡紫色光芒 找人放出消息 就说楚风 便是杀苍狼王的人 啊 是他 黄小仙 云飞 苗飞三人 都大吃一惊 睁大眸子 就是房间中的两名老者 原本很平静 现在也眸光大盛 露出金融 不管是不是他 想大动干戈去杀他 总得有个理由 几个人恶然 而后 都有佩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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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